吳敦義 因為他是主席講什麼 好像他對於徵召 感覺他的表態更為明確 可是老實說 我覺得朱立倫的談話比較重要 為什麼 其實要不要有徵召 老實說到現在為止 如果今天黨中央最後做成一個說 好 我們不會徵召 我們就按照這個初選 你要來選的人全部都來登記 那你不要登記 我也不會搞徵召這一招 可能會暴動 這個是以我們現在 基層這種拱寒的聲浪 老實講我知道今天 還有我們也要選立委的候選人 已經找了一些人說 真正還好 已經跑到黨中央去了 所以這樣子已經抬過去了嗎 Anyway 我認為像這樣的動作 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是民意代表 就是確實我們感受到 那個非常非常強 這個拱寒出來選的聲量 確實這個聲浪非常強 好 我為什麼剛剛講說 朱立倫的談話比較重要 如果今天黨中央在整個的 橫著整個黨內外的一個壓力跟情勢 覺得必須要保留徵召的話 那麼很重要的就是 候選人本身願不願意接受有一個徵召 我這邊先不講韓國瑜 很重要的就是現在所表態的 包含朱立倫 還有包含王金平 王金平之前講說 徵召是假議題 顯然在他那個時候講法 是他不同意徵召的 搞什麼徵召 這是假議題 沒有徵召這回事 朱立倫比較有保留 朱立倫特別提到說 他說好 如果你決定要徵召 那就在初選前決定大大方方 不要比賽之後再改變 這回過頭來就說 我不曉得因為我沒有 我都是看媒體 轉述朱立倫的說法 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朱立倫 他可以接受徵召 也許不是徵召他 也許徵召別人 初選前就決定他可以接受 對 所以我要講 第二就是說第一個 朱立倫本身能不能接受 接受徵召這件事情 他很重要 好 看起來說 你如果要徵召 我覺得你不要搞到 我們全部都忙完之後 你再來徵召 就是我們白忙一場 我感覺是這樣的談話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 4月 5月 6月 7月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因為上一次的換柱 是全代會 也是7月份全代會 提名了洪秀柱之後 然後到了9月份 再開了一個臨時全代會 當時全代會決定換柱 就是說已經提名 當時的洪秀柱是已經提名 為什麼換柱 當時引起這麼大的糾紛 引起就是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是因為當時 已經在全代會完成提名 好 所以我們現在 幾乎都有共識 我們所有的事情 應該在7月份之前做完 我們不要在7月份 我們已經決定提名之後 然後再搞一個什麼 什麼徵召別的人 這個我想基本上大部分人 可以有這樣的共識 就包含也沒有所謂的二階段了 也沒有所謂的換柱 跟換柱絕對不一樣 因為上次換柱 是已經在全代會提名之後 又開了一次全代會 又給人家換掉了 好 我們就在7月份之前 我們把這個事情做完 好 那7月份之前 到底你要在4月做 5月做 還是6月做 本來比如說 對我有部分的想法 我原來提出來 我說等6月 也就是韓國瑜他不會去領表 我們也覺得他應該不會去領表 而且領表可能對他也不是很好 就表示我主動要去選這樣子 但是大家繼續的進行 時間進行到6月份 那麼柯P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也比較明朗 在經過所有候選人的努力之下 那麼我們就講說 也許我們的候選人 就像剛才大謙講 我們也許中間的這幾位候選人 他的民調上升了 他可以顯著 不但打敗蔡英文 也可以打敗柯P 柯P 隨便你要不要選 你要選 我也會贏過你 那就沒有什麼徵兆問題 那就按照這個步驟 走下去了 這也是一種可能 但是如果朱立倫覺得這樣不好 當然不好 對 我要再初選前 所以我就說像我們那樣 如果朱立倫覺得這樣不好 就覺得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好像被臨死 或者是死中就說 不曉得會不會我忙到6月了 然後還會有一個徵招 所以他還會 這次我不曉得 他在乎的是後面那一個 你不應該 他在乎比較是後面 打比賽完之後你又來改變 他在乎的是後面那一個 所以 我跟你講 宏偉 5月就要處理了 哪有7月的事情 OK 好 所以你講 他說就在初選之前 他的意思就是5月前要處理 初選之前決定 也就是把這個時間 往前面 6月份 太久了 5月份 我們已經開始完成登記 連署 已經準備要初選了 那個時候我們是提前來做 這樣可不可以做 我覺得可以商量 我覺得當然可以商量 因為最重要就是 我們所有後面 別注意說這樣OK 吳敦昱我不知道要不要選 如果他要選不選 他也覺得這樣也OK 如果王金平也覺得 情勢是這樣 那現在王金平不OK 那就要談 我意思說 不會插一月其實也不會插太多 不會說一個月忽然就比較 所以我意思說 不 我們去 大家把它弄出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好 我要講就是說 徵召 我必須要講 徵召必須要在 你懂我意思 也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徵召這回事 那麼韓國瑜也不會去領初選 那就代表 韓國瑜不管他最後要不要選 他該不該選 他選 就是他能勝 但是他不能選 這個是他不能接受 就是說最強的人不能選 這是他不能接受 所以才說一定要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機制 通通可以談 那個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所有的目標 我也希望 我們今天包含主席也好 包含王金平 朱立倫 現在他們兩個表態的 包含韓國瑜 我們就是要最強的人 這個我一直在講 目標是死的人是活的 不要被這些制度綁死 主席我不同意 這個沒有什麼好談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好談的 因為路只有一條 路只有一條 路只有一條 主席你曉得 上一次同一個節目 我在這裡的時候 國民黨的發言人 王子澤在場 我對國民黨很肯定 我說國民黨沒有大家想像 那麼不堪 他很高興對不對 現在我面對國民黨的前發言人 我不曉得他的辭職有沒有效 沒有 我被慰留了 我跟你講 國民黨其實也沒有大家想像 那麼不堪 國民黨真的很有節奏 沒有不堪 大家都在想 想想路實 大家都在想解決方案 這個國民黨的人 或是國民黨的朋友 或是這些評論員 都是庸人自擾 就像大千剛剛講的太陽門 大千我建議你 以後你講到太陽那個門要拿掉 國民黨根本沒有四個太陽 國民黨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有四個太陽 國民黨連 國民黨連兩個太陽都沒有 國民黨如果有四個太陽 如果有三個太陽 兩個太陽 一個太陽 你就不用怕柯文者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一直講 國民黨半個太陽 或四分三個太陽 然後加個月亮 然後加眾星星 只有星星才有大小 太陽沒有大小 你有資格做太陽 你就是又有光又有熱 柯文就嚇死了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就是 想起來是太陽的 不夠光 不夠熱 你看我為什麼要讚美國民黨 肯定國民黨 我們先肯定國民黨之外 先來談一下 到底什麼時間點 不是 我很快就講 就是說最近這些人講的話 都非常好 你知道吳東義講得非常好 我覺得吳東義好長一段時間 自從他改變說他不選了以後 他是不會選的 他沒有選 我跟你講 我聽他講好了 你是吳東義發言人 不是 萬分之一的徵召 那個也許還沒完全死 那個就幾乎等於0 但是吳東義不選的萬分之一是0 所以吳東義不選了 所以吳東義決定不選以後 他講的話非常好 你看他講的話 沒有一個漏洞 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 今天吳東義跟韓國瑜 還有朱立倫 他們講話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 不能激怒韓粉 而且應該要找機會借時間 讓韓粉的激情稍微宣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要維持韓國瑜的聲勢 在一定的程度不能掉下來 為國民黨他不能掉下來 但是為了壓柯文哲 也不能掉下來 然後第三點 要讓朱立倫的支持度 要盡量的拉高 要在5月以前拉高 你覺得國民黨這麼團結 不是 這是 不是 國民黨就不懂 國民黨就是糊塗 但是我覺得他們 也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糊塗 所以我回到你的問題 所以朱立倫講5月底是對的 我跟你講沒有5月到7月 這個多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個是對不起 所有登記要初選的人 第一點 對他們不公平 可是這樣時間不夠多 這個輪到你糊塗了 我跟你講 你登記了以後 到7月決定的時候 這段時間難道沒有花錢 沒有花心 沒有花力嗎 這個是要省掉的 你5月的時候登記完了以後 你就要馬上決定要不要 要不要 要徵招 這個黨章有規定的 這個由不得你參選人的 所以剛剛宏偉說大家要來談 沒有什麼好談的 他照規矩來 你不能反對 他不照規矩來 你可以反對 王金平說我選到底 為什麼是兩階段他才反對 如果你在5月底出選登記 那一刹那決定要不要徵招 王金平沒有理由反對 這個規矩矩都那麼清楚 不需要談 就是這樣照規矩走 我跟你講 那個韓國瑜被掙扎的可能性 那個萬分之一也是趨近越來 我這邊從我的角度來看 不一定是正確 但是我們如果看過去2015年的 臨時的拳帶會把紅袖柱換掉 那不一樣 你扯鬧幹嘛 我要跟你講第二地方就在意 這個都是根據黨章 那麼如果根據吳敦義的講法 我的解讀 我覺得我的解讀是這樣子 一旦是徵招 其實就是可以迴避了 初選的作業程序 一旦是徵招 就不用按照初選的作業程序 所以他就是在5月這個地方 5月前就要決定徵招 我要強調一點地方是在於說 如果按照吳敦義的講法 因為第一個他是萬分之一的 保留萬分之一的機會 徵招韓國瑜選總統 拿下政權才是終極目標 如果在徵招 沒有所謂的二階段 也不是在提名後 所以要在提名前 因此按照他的整個邏輯的講法 我的推斷是這樣 我的推斷是在於說 由於是徵招 所以他避開了初選的階段 但是初選還是會進行 那也就是說公告的辦法 按照4月完成登記連署 假設王金平 羅志強 朱立倫等等 都去開始了 那麼按照他的規定 30%的黨員投票 那麼70%的民調都完成了 這些初選作業都完成了以後 好 講是 就是我宣佈徵招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初選要繼續進行 沒有 他沒有宣佈徵招 因為他說他保留萬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沒有要先宣佈要徵招 沒有 所以就是先忘了這件事情 就一直讓他走完初選 我強調這是我對吳敦義的解讀 你們可以不同意的意見 你是解讀還是你建議 我的解讀 那也就是說 當這些都走完了 出現了一個總統候選人 那麼要送到全代會 要送到全代會 但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 這個人 他再怎麼樣做的民調 都輸柯文哲 也輸蔡英文 假設 不是 他再怎麼做民調 都輸柯文哲 然後贏蔡英文 反正就是他一直沒有第一名 但是另外做的民調裡面 一直出現出韓國瑜 贏柯文哲 贏蔡英文 這個時候主席動用了他 拿下政權才是 終極目標的一個主張 然後他徵招韓國瑜 兩位提名人送到全代會 由全代會來決定 到底是要出現完成的 這一個人 還是他徵招出來的 韓國瑜這個人 然後來決定是誰代表 這個國民黨 所以朱涵中需一決 發生在全代會 我的推斷 我是從這個 他徵招韓國瑜的講話裡面 來推斷他的盤算 因為他保留的是 萬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他並不是保留 萬分之一的機會 是徵招韓國瑜要進行初選 絕對不可以 也絕對不會發生 徵招韓國瑜 不是徵招韓國瑜來進行初選 直接徵招韓國瑜來候選 其實如果按照 吳敦義主席說法 你看他說 他絕對不是提名後才徵招 所以放心 絕對在7月 全代會正式提名之前 如果 所以不會有兩個人 選送到全代會 不可能 那就是朱立倫不能夠接受的 那就是朱立倫不能夠接受的 那也不能 所以我講 因為我排輔力氣 我現在講一下 就是說現在我們對他們 字面上的解讀 他就說不會是提名後才徵招 也就是說不可能是 在全代會之後 一定是7月之前 那只是說 這萬分之一的徵招機會 他到底是落在4月 5月 還是6月 就是這幾個月份 顯然朱立倫他比較不能接受的 看起來還是說 他不要說 等到我們都初選 打得活活熱熱 然後最後再搞一個徵招 所以他希望 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在初選前 我們就把它推到5月 5月要完成登記之前 因為你一旦完成登記 就是已經初選開始啟動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 朱立倫的意思是 我要把它推到 就是如果你有徵招 你就不要讓我們再初選 這可不可以做 其實我覺得就是如果 我們現在要參選的人 如果朱立倫願意 如果王金平也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不是不可以做 可是這個時間點 如果要徵招的話 那還有韓國瑜的意願問題 你5月的時候 就決定要徵招韓國瑜 就這麼樣的糾結 因為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這一次 是有多人表達要參選 如果按照朱立倫的說法 是說你要再初選前 你就要決定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對不起 因為我要徵招 所以對不起我們這次 沒有初選 沒有初選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也會被人家說 你沒有民主程序 對不對 你看到時候 你沒有民主程序 監困選區 我們請 我們下一次請主席 把話講清楚這樣比較好 因為很多事情 左邊也講 右邊也講 什麼都可以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不要把事情講清楚 他要講百萬分之二清楚就可以 不用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是 你們沒有聽好 吳東藝這個講得很清楚 怎麼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比他們多尖準法中的班 你們有問題 你們有講得很清楚 還是會徵招